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写好了 看我写 看我写 你该手痒呀 来 我们接着来 上一节课我们是不是把这一块都写好了 那这一节课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提个东西 我们做了这总共有五个方法 是吧 这五个方法里面你会发现是不是都有这句话 在一起 是吧 不用再封签了 我提升全局的行不行 行 行吧 好 这是第一个 再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这下面是不是有五个方法吗 不是啊 这五个方法你在哪里进行证明的 是不是太则了 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来说了 您看好啊 这个刀IMP里面 这里面做的是什么操作 数据库 来 你再来看 这里面的每一个方法 是不是叫业务助理 有数据库连接的吗 没有吧 我是不是都是获取到参数 然后去库里操作 然后根据操作结果再咋地咋地 这是不是业务逻辑理 听明白没 而我们的Main方法 我一直在强调 这叫什么 程序的入口 关于我们功能代码 业务逻辑代码也好 数据库操作代码也好 你是不是不要在程序入口里面进行证明 能明白吗 你老实问 你就是说明在这错不错 不错 那为什么不要让你在这里说明呢 来我们想个问题 会不会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 不同的用户数据 使用相同的业务逻辑 能明白吗 我们昨天说的是 不同的数据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操作吧 你看我们来了一个数据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来一个数据 是不是先业务逻辑处理啊 业务逻辑处理的里面 是不是掉我们的到 到里面是不是操作数据库 是这样的吧 但是你会发现 数据不一样 但这一块是不是得一样 能明白吗 啥意思啊 就是 数据不一样 但是你对用户的操控请求处理 是不是得一样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们最好是把业务逻辑处理 也单独的封装成是一个什么类 功能类 是不是这个类里面放的全是什么 是不是你开发相关的业务需求 听明白 为什么不让你在这功能类里面进行封装 是这样子 主要是 我们开发是不是团队协作开发 听明白没 如果这个main方法 比如说我开发开发什么呢 我就开发main方法里面的代码 main方法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就去掉 懂吗 你开发什么呢 你开发声明业务逻辑类 这个业务逻辑类你怎么写我不管 你就把方法名给我 你就告诉我你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的 我是不掉就行了 能懂吗 这样是不是就皮开各自写各自的了 能明白我意思吗 如果说你这样的 咱俩是不是在生 咱俩如果说这样 我写这一块 你写这一块 但是咱俩是不是在修改同一个文件 是不是都是在态务里面 能明白吗 所以更合理的是 因为我们开发工作的时候是 团队协作开发 所以我们更希望于每一个人 工作之间的呕合度 是不是降低 我干我的 是不是你干你的 能明白没 那如果当我需要到你的时候 你只需要告诉我 我需要掉你的哪些方法就行了 能懂吧 你告诉我 我掉你哪些方法 听懂明白 至于这个方法里面你怎么实现的 我不管 听懂明白 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么来生命的话 就意味着是不是一个人把活全干了 听懂了吗 所以呢我就一直这么说 说 类的功能一定要明确 类的功能一旦明确 就意味着类与类之间的呕合度 是不是就低了 这样的话 每个人是不是写各自的东西 是不是关联性就不大 听明白没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是这样来做 我们一般在下面再写一个包 KindleWen PA叫 CAM. 北京商业行. Service Service Service是不是就是服务业务的意思 能懂吗 在这个 别别别别别 等会儿啊 叫ServiceMPL 等会儿我跟你说为什么加MPL 叫 iMPL 好 在这个包里面 我们KindleWen写个CRV class 我们不是员工管理系统吗 叫 eMP Service iMP 啊 这是不是个类 是不是个类 然后呢 我们把TES的里面呢 这是不是四个方法吗 这不是这一堆方法吗 把这一堆方法 KindleWen写个个放哪儿 是放这个Service里面去啊 能看懂吗 以后你在调的时候 你看这调怎么调啊 是不要new这个TES的了 new谁 是不是newServiceMPL就行了 能懂吗 能懂吗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代码 我们就变成这样了 第一个是不是叫创建业务层 就是对象 然后根据业务层对象 我们是不是调里面的方法 业务层里面的每个方法 是不是在调你的数据固层 分了几层 三层 一个是程序的入口 一个业务层 一个数据固层 听明白明白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这样的好处 来你看啊 我们画个图 我把这个往下切一下 这样的话这样的 这边是我们的程序入口 这边是我们的业务层 这边呢是我们的数据固层 这边呢是我们的数据固层 这边呢是我们真正的数据固 那我们真正的代码的流程走的是怎么来走 比如说请求来发送给他 他接触到之后 是不是调这个 这个里面是不是调这个 这个里面是不是淘汰数据固 然后一步一步的 结果返回他 他返回他 他是不是返回他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走 而对于我们来讲 假如说我是开发这一块的代码的 这一块是另外一个人开发 那你是不是得告诉这个人 这个人不得掉这个吗 你是不是得告诉这个人 你的所有方法明啊 明白明白 你是不是得告诉他所有的方法明啊 然后这句方法怎么写的 这不就无所谓了 这叫分层开发 分层开发的好处就是 第一减少代码的荣余 什么叫减少代码的荣余呢 比如说我还有一个程序路口 我程序路口不是有两吗 那程序路口有两的话 我在这个程序路口里面 我要掉的话 我是不是掉它就行了 我还用再生命一次吗 不用了吧 再说了 是不是数据不同 业务逻辑是不相同 能明白没 如果我不分这个工具类的话 你在这个类里面 你是不是又得再生命一次 能明白吧 我是不是掉就行了 听明白没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里面 假如说我们有 有两个业务逻辑类 这个业务逻辑类里面 它是不是掉这个就行了 是不是不用再频繁的 是不是生命数据库操作了 所以这个思想叫MVC思想 叫业务分层开发 听明白没 这个思想的具体是什么 到我们讲Solight的时候跟你讲 现在还MVC你还理解不了 明白吧 你现在还理解不了 但是到这个位置 你应该明白 我们写代码要分几层 三层 第一层 是不是程序入口 第二层 是不是业务 第三层 是不是数据库操作 有程序入口 是不是掉业务 业务里面 是不是掉数据库操作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各式各的了 第一 是不是减少了代码容预 第二 是不是让我们每一个类的职责更明确 听明白没 还是一个大前提 你都写一起好使 好使 好使啊 你写一起好使不好使 好使 那我 你比如说你把这三个全堆到这里面 好吧 没有这两个 你就全对待这个 这个一步到位 是不是操作出去过 可以吧 好现在又有一个入口 那怎么办 再写一遍 好再来个入口 再写一遍 好一百个入口 写一百遍是吧 写一百遍如果绝对不上 好 我现在要改了 改多少遍 你就改一百遍 那明白没 所以这个分层的好处 两个 一个是便于我们的 一个是减少代码的容预 一个是不是让类的职责更明确 听明白没 所以以后我们只要一写代码 直接就写几层 几层 三层 三层 你写代码是不是直接写三层就行了 你不要在我像上课一样 你先都写一起 然后再往外提 那你多麻烦 你直接上三层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一个层 这个层里面就是数据库操作 能懂吧 这就是数据库操作 你给我数据 我就操作数据库 把操作结果返回给你 至于返回给谁 是不是返回给业务层 业务层是不是再去处理 那业务层谁调用业务层 是不是用我们的程序入口 听明白没 好 那我们再来想 还有一个问题 注意听 注意听 到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问题 那我刚才不是这么说了吗 你看 这个地方就有个比较好玩的现象了 假设这是我们的程序入口 能听懂吧 能不能听懂 好 那你再来看 我们有个程序入口 程序入口这个地方我刚刚说说 假设这是我的业务层 你听好啊 我在这个地方要去掉业务层 比如说这个是A开发 这个是不是B在开发 是吧 那B是不是得告诉A 他声明的所有方法 能明白吗 那你觉得A他能记住吗 就是什么意思 你假如说有一天 B是不是有可能会改方法名 他是不是会乱改 能懂吗 比如说今天 今天今天他说好 哎 我要新的一个用户 你新的用户叫方法名叫啥 他说叫银色点啥啥啥啥啥 然后等第二天的时候 B觉得哎 这个名不太好 我改一下吧 但是他又没给A说 那是不是把A给坑了 能懂吗 所以这个名能乱改吗 不能 你怎么才能不乱改 所以方法名 是不是必须得规定好 怎么能规定好 结构 能明白吗 所以我让B 是不是实现一个什么 是不是实现一个接口 就行了 那A呢 A是不是拿这个接口就行了 能懂吗 A拿这个接口 但是 你有一个B对象 是不是多态 那接口有多少方法呢 B肯定有多少方法 能懂吗 接口是不是就是开发规范 对 对 是不是约定输出的规范 对对 既然B实现了这个接口 他方法名 他能乱改吗 一改是不是就报错 对对 你说他老师那去改接口 你 你改接口的这个行为 在公司里面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 你基本上被辞退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你改个接口 因为这个接口 是不是有可能有N多多类实现 对 你把接口一改 你项目就崩了吗 能懂吗 接口 这个规这个开发规范 是我们正式开发之前 是不是就约定俗成 大家定好呢 每个人是不是必须要遵守 听懂没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得给接口 好那一样的 后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数据固层 那你这个数据固层 假如是C开发 那你这个B 你是不是得掉数据固层 那一样的道理 你得搞个什么 你是不是得搞个接口 是不是让C继承一下 B里面掉谁 是接口 这样的话 C它能乱改方法明吗 能吗 不能 它一改是不是就跪了 因为接口一改就报错 你接口就这么定义的 那如果老师C确实觉得不合理 怎么办 我们开发过程当中 就这么干 把所有的开发领导集合在一起 商量一下到底要不要改 大家都同意了 那就改 那明白吗 如果你私自改 那就凉凉了 就凉凉了 人家你比如说把你辞了 然后下家公司说 你为啥从上家公司辞职啊 我因为改了个借口没有 他已经就把辞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人家也不要你 听明白我意思没 所以 为什么叫MPL 是因为我们 其实是三层 但是我们还要搞什么 听着问 PA 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个叫 come. 北京上一堂 点 道 道里面是不是写 接口 MPL里面是不是写 接口的时间来 听着问 PA 好 come. 北京上一堂 点 service service service里面写接口 serviceamp 是不是接口的时间来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听着问 这个叫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的话 我们写叫1amp 道 原来不叫amp2嘛 就叫道就好了 那你一看就是这个接口 一定是不是这个方法之间的 那我们现在本来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先写接口再写方法的 对对对对 那现在是我们方法写好了呀 所以我们只能到这些了 要不然你等会你是不是得改方法 没啥 一样的道理了 到这些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道MPL里面 我们写下方法 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什么 站过就好了 这个吧 这么站 这个吧 我们再来 下一个 接口里面能声明变量吗 接口里面能声明变量吗 能声明长量吗 长量是可以的 长量是可以的 五个还差一个 这意思吧 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因为到MPL 就实现谁就行了 在这块 AMPL 叫EMB 到就行了 是这意思吧 来你改个方法 你改试一下 你敢改 是不是就报错 编译都过不了 明白没 所以那老师我改这 就找死 你改这就成熟找死了 听明白了吧 所以呢我们业务层这一块 是不是也得给个啥 这个地方我们就叫EMPL 是不是Service 你看命名规范 你看出来什么效果 就是比如说哪个表 是不是就EMPL EMPL 另外一个表 就怎么地的分工地 我们是不是都是 到到MP2 它前面是不是名字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一定这样命名规范 好我们finish 第一个方法名是 这个吧 能不能跟上 这个 那我们讲课 其实是为了大家能理解 是不是到这讲 但真正我们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先把这五个包 声明了 那老师拿五个包 是不是先把这几个包声明了 是不是直接就到 到MP2 抛酒 Service Service 是不是直接就正着写了 嗯 能懂吗 嗯 讲课是为了好理解啊 嗯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删除 哇 真的写真的是好吧 如果是 如果我们正这些就特别爽了 接口的实现 是不是一次性 是不是全实现 然后写代码 是不是就行了 正这些就先翻 倒就行 不太好 嗯 再来还有最后一个更新 OK OK 是不是这样几个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实现方法就行了 EMP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 我们会发现 在业务东西处理的时候 这句话嘛 是不是都是这么写的 每五个方法 是不是都有这句话 嗯 其实我们在上面可以把它完全提成什么了 是不是直接送人 是不是要 数据固存 就是对象就行了 这个地方用什么 你叫 EMP 到 ED E 等于 EMP 到 MBL 好吧 是不是接口 这是不是多态 老师那你为啥不这么写了 因为 我如果说 我这么写啊 这不是盛名吗 下面是不是都是一地调 那我这样盛名成全局的这句话是不是都不要了 嗯 明白吗 嗯嗯 全局了嘛 是吧 是 我们还有摇头的 全局变量 这个变量还用要不 这个不要了 这不一地的 他是不是就掉这个了嘛 嗯 能懂吧 嗯 我等会跟你讲为什么这么盛名啊 嗯 是不是少删一个 好 我删完有什么好处啊 首先提取全局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样啊 如果有一天 我数据库操作层我要改 能明白吗 现在这个操作的实现类 是不是叫EMP-MPL 突然有一天 我又因为系统升级 我又新建了一个叫EMP-MPL2这个类 但这个类是不是也实现了EMP-MPL 这两个类都实现了同一个接口 但是实现的方法内容不一样 听明白吗 那我只需要是把这一块改了就行了 下面说都不用多 多态嘛 听明白没有 明白 多态 好 那这就完事了 几层啊 现在其实正常我们画个图也比较好理解的地方是在于这里啊 那其实我们就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程序入口吗 这边是到 EMP-MPL 然后什么数据过 其实真正的是 这个上面有一个 这个上面有一个 画个图 然后他实现 他实现 我们程序请求一来 是不是访问他 他是不是还是吊他 他是不是还是吊他 是不是他走数据过 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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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吧 只不过说我们在这里面声明的时候 是不是用接口来声明 对吧 你就没接口行吗 行啊 但有接口是不是更好 但你要记得开发是肯定有接口的 因为没有接口 是不是有可能有人会乱改 对啊 我跟你说咱俩今天商量好了 方法名是这个 明天我就改了 而且我也没跟你说 那多坑 只能坑的 因为你看 今天咱俩不是约定俗称的一个方法名 对不对 我跟你说完了 然后我回家了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名 因为你明天有事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名 加了一个晚上的班 好不容易把东西写完了 然后第二天我跟你说 等你第二天你休完价回来 我说我方法名改了 你就想死 我不想死 我想打死他 你想打死他是吧 能明白我意思吗 你这几天工作量是不是白干了 但是如果有接口的话就不应了 他能干吗 他干不了 好了再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完善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创建业务层对象 其实也是用谁 是不是也是用接口 叫EMP Service Service 等于 New Eamp Service 那边 是不是就行了 来我们在进行调用的时候 上节课我们不是说直接调吗 这节课我们是不是直接把它变成Switch循环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循环怎么写呢 我们写一个叫做 Wel Wel 触就行了 能看懂吗 啊 直接在这个上面 直接就输入了 是吧 那么 新 免多了吧 来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P6C 叫 欢迎 欢迎 访问 员工管理 系统 系统 是这个对吧 然后 请选择服务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我是不是让你自己去选 人家在这里面还在搜 1 点 叫查询 所有 员工 信息 然后 2 叫 根据 编号 查询 员工 信息 3 叫 新增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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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4 修改 员工 姓名 5 5 删除吧 删除员工 信息 6 退出 玩过吧 玩过吧 这是吧 然后在前面再做再写吧 scanner 2 2 2 c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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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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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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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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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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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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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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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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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重新选择 这不就行了 能看怎么办 完了 没了 你还想干啥 试一下吧 好 两边写个叫 1 是这意思吧 然后我们再选个 2 叫7369 回这 我们选个6 老师我还想用 那你提一下吧 只要是你不耐啥 它是不是就一直都有 能看懂吧 它就一直是不是给你出这个菜单 每次是不是让你选 能看懂吧 玩事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 到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提取了 以后我们开发 以这个项目为例 我再说一遍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就一个知识点 是不是提取这个包 有新知识点吗 没有 就提取这个包 那我们以后开发 是不是就直接这么写 听明白 如果你听懂就这样写 你现在可能这么写 感觉还不习惯 那因为写的少 懂吧 你在听懂的情况下 如果写东西觉得不习惯 就是因为写的少 明白吗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知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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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